观众朋友今天晚上一开始我们要来看到的是国安基金今天下午开会宣布退场 我们回头来看国安基金这一次呢护盘的时间达到207天是史上第二场的时间 但是这次动用子弹7.5亿却是史上历来动用最少的记录 只是未来呢摆在眼前变数人大 包含呢美国总统大选还有美中贸易冲突等等的因素 国安基金也宣布了未来市情况如果有需要可以在开会讨论启动护盘机制 一早立法院财政委员就炮声隆隆 多数立委认为依照目前台股的价量国安基金应该退场 下午答案揭晓国安基金决议即日起终止授权护盘 这波护盘任务已经顺利达成 国安基金12号召开例行会议决定将进行退场 尽管不继续护盘 不过这次护盘仍创下 护盘期间台股指数最高以及动用金额最少的两项记录 国安基金自3月19日起获得授权进场 护盘207天创下史上第二场记录 而台股期间累计涨幅也超过4% 这次立会决议退场主要认为尽管国际疫情仍严重 政经不确定因素有存 不过国际股市并未大幅波动 台湾经济及各项表现也相对其他国家优异 而面对美国总统大选等变数 未来如果有必要可以随时临时召开委员会议 讨论是否再度启动护盘机制 从台股近期表现来看的确强势 国庆廉价期间美股强势上涨 带动台股12号开盘走高 盘中一度上涨超过百点 逼近一万三千点大关 不过上档卖压沉重 中厂涨幅略为收敛 上涨68点收在一万两千九百五十五点 成交量两千两百八十七亿元 国安基金工程升退 台股接下来也将回归市场机制 东森财经新闻叶子金六四团台北报导